本身的肌膚是偏乾燥敏感 那小孩子有異味性的肌膚 家人又有蕁麻疹的問題 在2005年的時候接觸到手工肥皂 我們家人用的手工皂覺得 使用外面的不適很好用 然後就開始專研 因為家人是過敏肌膚跟敏感肌膚 所以比較針對乾燥敏感問題肌膚去研發 因為本身是念美工設計畢業 對外觀也是有一定的要求 我覺得一塊肥皂不是只有清潔 外型的設計 然後就是也是一種視覺療癒 針對不同的肌膚 設計不同的配方都能使用的 我是想要讓手工皂融入生活 而不是只有清潔身體而已 而是一種身心於療癒 在2020年的話就是因緣機會下 參加十大伴手禮的活動 很榮幸有入圍那個百大 然後第二年又參加也一樣很榮幸的入圍百大 第三年的話再繼續參加 很幸運的得到五十大 然後就是得到好禮標章 然後休息一年之後再繼續努力 參加2024的十大伴手禮的活動 很榮幸的得到首獎 謝謝大家的肯定跟支持 我們今年錄圍的話 首獎的話是這個六入禮盒 裡面有六種肥皂 像這一款的話是索索香是針對敏感肌膚或 濕疹肌膚都適合使用的 那這一款的話是敏感 加上它是能亮白的肌膚 加金掌花若裡有 那這一款的話是針對洗髮的話 是合手污 讓大家頭皮都能很健康 洗後的話就是頭髮柔順 我未來其實是希望說 如果有問題肌膚的人 使用過我們的手工皂 都能緩解舒緩 那如果健康的身體的人 洗我們手工皂都能更健康 然後希望我們也能做環保 希望大家都能用手工肥皂 我們目前的銷售是以網站為主 主要是在蝦皮網站跟官方網站 店面的地址是在台中市北屯區 電 sore 電視職務在工程中市北屯區 做合狂 Via 祝福 有紋盤盤盤盤盤盤盤有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